上官婉儿 因为才华出众 被武则天留在身边 长期跟随在侧 并负责你写诏书 武则天退位后 他嫁给了唐中宗 继续负责你写诏书 同时 他又在五三司 为皇后 太平公主之间的政治漩涡中如鱼得水 直至公元710年 李隆基发动政变 上官婉儿因战错队伍而被杀 前排吃瓜 上官婉儿 其实 之前我们对于上官婉儿的婚姻认知 只知道 他是唐中宗理贤 武则天儿子的昭荣 但2014年的一项考古发现 却让史学家们大跌眼睛 嫁给父亲又嫁给儿子 42岁时 成为唐中宗理贤昭荣的上官婉儿 早在13岁时就已经是唐高宗理贤的才人 与武则天共事一夫 2013年9月 考古工作者 在西安咸阳街场附近发现了一座唐墓 据考证 牧主人为唐代著名女政治家上官婉儿 上官婉儿 牧志明全文共982个字 展开全文 2014年1月7日 上官婉儿的牧志明 全文刊登在了考古语文物期刊上 共982个字 其中不乏亮点 我们挑重要的说 上官婉儿牧志题为 大唐故昭荣上官师明 牧志的志文主要记载了其家族的来历 用了近一半的篇幅 去述上官昭荣祖父三代的立官 而对上官婉儿的经历描述则颇为简略 主要记载了 上官婉儿是陆西上归人也 金甘肃天水一代 年师三位才人 676年 13岁 神龙元年705年 42岁 测为昭荣 后请降于婕余 唐翁政变 七晚一十年 47岁被杀 史书记载其生于林德元年 664年 上官婉儿 上官婉儿 这段牧志公布后 史学界一片哗然 这不符合常理呀 于史书记载的也有出 路呀 唐朝为何准许一女嫁多夫 从上官婉儿的牧志明看来看 武则天这样一女嫁父子的情况 在唐朝不是个例 那么为何唐朝社会可以容忍女性公开嫁给父子两人 上官婉儿 首先 这或许与唐代的文化氛围有一定关系 唐朝原本就是一嫡出身 比如李世民 就有一部分胡人血统 唐朝皇室吸收少数民族的文化叫多 所以 社会风气叫开放 在少数民族中 有一种婚姻制度叫收纪婚 也就是说 如果父亲死了 那么儿子可以娶后母 与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树母 举个例子 之前西齐妹就写过的乌孙公主流细菌 她就是一位乌孙人的转房婚传统 转嫁给了自己的儿子背后郁闷的不行 而王昭君所在的匈奴部族 也有同样习俗 所以在唐代 对于同时嫁给父子二人或者兄弟二人 是可以被主流社会认可的 其次 很有可能所谓的财人 昭容 解 于只是个虚职 上官婉儿与武则天 要知道 上官婉儿十三岁被从耶庭放出来时 按照推算 应该是六百七十六年 而六百七十五年 唐高中理智的风炫症 已经严重到 几乎起步来床 在那时 他便与大臣们商议有武后涉症 是问一个病都快要病死的李智 如何有心思去宠爱一个十三岁的小姑娘 再说按照武则天的性格 能主动将如花四十玉的小姑娘送给自己老公 说到底 上官婉儿只是个女宰相 但她需要一个伪装身份 来维持自己存在的合理性 很有可能这所谓的财人 只是 武则天助她摆脱耶庭奴隶的手段而已 聪明如武则天 早料到一个病奄奄的老公 即使见到美女 也是有心无力了 放心得很 上官婉儿 再来说说唐中宗李显的昭荣 上官婉儿成为李显昭荣史七百零五年 这个时间点太微妙了 那一年正好武则天去世 为了继续维持自己女宰相身份的合理性 她必须要嫁给下一任君主 当时的上官婉儿已经四十二岁了 于李显是爱情吗 西姬妹并不太看好 日后往西走 水叫往东流 就像这命运一样 她推着上官婉儿往前走 管你是愿意不愿意 管你是推着 挡着 趴着 你也还得迈起步子 或许上官婉儿在命运面前 也没得选择 对此 你怎么看呢 欢迎留言给西齐妹 发表你的想法 作者 西齐妹本文由西齐博物馆原创发布 未经许可 严禁转载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